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我的老師 然後為什麼又回來開局呢 因為後來發現 痾...後來才發現可以偷東西 然後我們一開始在那個 吃紙... 多手上桿 你的劍法有威力 然後這是因為可以偷東西的啊 那我們來偷一下 然後我們孔鏡身上可以偷到東西 成功嗎 持有物 你這有多飢渴 拿去 別人在野馬上馬上馬上好不 欸...鬼才過得你有興趣 嘿嘿... 不要一直... 這樣不好做啊 你更為邪氣兵的人 蘆意豬一個 老師要脫好 皮蛋 我是少一個 一個是那個嗎...冰檔...冰檔王嗎 套寶移雜... 鹵一豬 齁... 哦...是武器呢 還不錯啊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哦...好興趣哦...是這個嗎 讓我渾身打白紙是怎麼回事 獲得50經驗 哦 升等了哦 是這樣嗎 不要讓他公圍物 所以那個冰冰王是給我自己吃的嗎 好啦 我們就是開局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偷東西偷在一些奇怪的東西 好 這間就是拱石村的客棧 這股客棧多業運 哦不 這股客店多錢爆 或許我可以向客棧的長官打聽打聽 那老什麼 許小客的消息 沒有 呃 因為大師有充滿的 所以我現在在找我們之前的那個 洛元域在哪裡 我突然找不到他 我們先找他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好像在山上找到他的齁 欸 為什麼這麼有東西 哇 這邊還有東西 我從這邊爬上去也可以啊 嘿嘿 是嗎 是這裡嗎 我都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了 洛元域在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裡 這邊還有一個 最好以前會有人會 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啦 而且這個好難跳 你有沒有覺得很lag 欸不對啊 但又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晃來晃去對不對 因為我在找我的 我的第一個夥伴 我的第一個夥伴呢 地球太大了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裡了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裡了 欸 好啦 我們先 先這樣 好 我知道那個 洛元域在哪裡了 那我們這邊 到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鐵商場產業 那我要收集盒子才可以收集完 好啦 那個在下面啦 地圖下方 所以我往這邊走 可是這邊我卡住了 走不過去 喔 繞了 繞上去 不要阻止我 不要阻止我 到了 這裡 你好啊 你擋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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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繞了擋 你擋到我了 為什麼我會再 跑一次呢 是因為我們 就是有偷取這個 東西的 功能嘛 那你偷取的話 你會變 你會變成 邪系兵人 他變成邪系兵人呢 你的道德就下降 好 我們先 這個 進去一番 阿善斯 後傷裁膨處理中 有經歷阿 後山喔 後山是哪裡阿 後山這裡嗎 我不敢 我先 今晚做什麼菜好呢 好 我想先偷他東西 會不會發現呢 被發現了 欸不會成功耶 真難偷 啊 直接被隔壁有人發現 那我先偷 空無遺物 他在那邊有沒有想偷啊 刀法加3 嘿嘿 肉圓運 他真的很難偷 欸 在怎樣 上機了 欸 怎麼回事 我不能按 按東西了 畫素壞掉了 糟糕 畫素壞了 糟糕 接著走到入獄之後 跑幾張地圖之後會被處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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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今晚做什么菜好呢 好 走吧 嗯 这怎么没调上去 为什么很远的地方有个问号 那我要去找一个竹子 按取鸡蛋 我会不会再按下去 就血气冰的人太严重了 这东西先不要拿好了 这什么 不给我拿啊 为什么屋子里面不能跑 奇怪 那我要去找那个竹笋 竹笋在哪里啊 有鸡 可以可以上来不要偷了啊 不要 不要 以野猪為患 讓我想想 飯後一口煙 快樂似神仙 色哭 手指 按片 私套養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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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先走了 這招機沒有不好吧 老黃的身汗好東西 我只知道後面有一本小書而已啊 那是小書嗎 等一下再來找他 偷他東西 後面有偷摸摸摸摸你一把 快跑快跑快跑 我有拿到嗎 沒有成功 都變成發現了 再一次 得手力才是16喔 那有點難耶 他媽 可以偷雞嗎 好像還有雞蛋對不對 還有喔 蠻多的喔 我要偷 聽說這個好像很不錯 有了有了有了 人生的意義 什麼東西 日本看起來很有哲理的書籍 你閱讀之後應該很有心得 什麼啊 什麼東西啊 經驗子 咱們 咱們 也是會丟下鋤豆打人的 什麼 雜糧 不要拿 到時候拿到的降低 請保佑我 請保佑我 哇他不請我幫我做任務了 不要張那麼高啦 正氣隔絕 先練這個 應該是內力的 OK 火鐵爬爬 咱們 咱們 我已經忘記了 那綠色不要牽著嗎 小黃丹 歪斯基 喔這邊走過了 這在幹嘛 好多人 這裡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幹什麼的 陪帥的 滾一邊兒去 別來出 呃 沒 沒事 我路過 別理我啊 唉 我是趕緊去找那個叫什麼 徐霞克的 別惹事兒吧 嗯 別惹事嗎 哥哥想惹事耶 好多人 呃 唉 不能坐是 不能坐是 嗯 嗯 那個站在 在哪裡 上面嗎 上面嗎 不對啊 我又不找不到 噢在這裡在這裡 好 好嗎 還好嗎 我來講 沒村長 哇 他不請我做任務了 好吧 那就算了 因為我也不想做 客栽裡面也可以用跑的 防客的包裹 好想偷喔 某人的 這個要拿 鬆風劍樸 好像很眼熟 中風劍樸我那個阿 閉寫劍法阿 靈品之馬 好想偷喔 偷 然後再看是甚麼 哇 是錢阿 錢就沒必要了 嗯 不需要 多擋回來 如果大家想偷東西可以照我這樣做阿 可是就是有點 浪費時間阿 因為有點累 要試很多邊 好 走吧 感覺我要走血系路線了 哼哼 相以存福 大爺我還不放在眼裡 咳哼 指石鎮到醜石左右 晚上 來來來來 客人需要打家還是住宿呀 好 先這樣吧 那我現在要去哪裡 成長家嗎齁 所以不可以先觸發這個就對了 哇 一群人圍在這邊 中間那些人看起來好兇阿 不知道哪一個是村長 哼 妹妹阿 我不過離家幾年 一回到村子 什麼蛇幻肆虐 無賴橫行 連我那寶貝外甥女 都給人盧子了 我說啊 這點事都沒能處理好 你還配坐在這村長之位嗎 村長之位 向來傳女不傳男 當年拋下爹娘路 回來的第一句話 就是向我討著村長之位嗎 你這個不孝子 還敢回來找咱們梅村長的茬 你們狗屍村 再給這女人家領導下去 我瞧不出多少時日 就要滅村了 不過你們不用擔心 等到咱們梅大哥上任 包紙讓各位的日子過得好好的 大夥安居樂夜 風衣足食 我說你這被趕出去的不孝子 帶這幫惡霸大搖大膽地走進咱們村子 胡說八道 你休也不休啊 咱們也先別急著罵人 熟患寺昧哪是事實 若是村長沒能拿出個辦法 咱們擔驚受怕 這生活確實也是過不下去了 雖說這女人當家是咱們狗屍村的傳統 難道這村長之位真的該換個人來做做看嗎 各位鄉親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的妹妹梅紅旗在面對這些災厄時所展現出的懦弱和無能 相信各位都是看在眼裡 之後的村民大會上 若是梅紅旗依舊未能解決各位鄉親們的問題 我眉心河將會向各位證明 我才是更適合村長之位的人選 其實還望各位鄉親多多支持 妹妹啊 你就好好品嘗著最後的時光 各位鄉親 少賠了 哈哈哈哈 我晚上呢 村長 您別聽那個不孝子胡言亂語 咱們村子若是交給他那種人 絕對是有害無益 還有啊 瞧他身邊那幾個傢伙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沒姐你放心 我肯定是支持你的 黎大子 不是咱家不支持你 可內斯說的也對 這蛇患一日不除 咱們便一日不得安寧 什麼時候能拿出個辦法來 你催什麼催呢 如今小青都不知給誰掳走了 村長自然得先將首要之物 敗在找小青身上 各位鄉親 此刻不是爭論的時候 村中近日內外交迫 問題需得一個一個解決 望各位能夠再多忍耐 我一定會給各位一個交代 近日我將派遣相擁組成搜查隊和捕蛇隊 搜索小青並儘快解決蛇庫的問題 村長前幾日那流浪郎中開的藥 一點效也沒有 雖然咱見他用心整治 但十日一久 讓他白吃白喝下去也不是辦法呀 這個我也會親自去關切 還有那姓徐的閒漢 田也沒中幾天 不知什麼時候溜不見了 村長咱們是不是也該派人捉他回來呀 溜不見了 不會吧 到手的線索又這麼溜了不長 如今咱們還分不出人手去捉他 日後若是見到了他 將他抓了起來便是 咱們現在應該將注意力 放在蛇幻和小青身上 請各位放心 剩下的就交給我吧 大伙都聽到村長的話了 咱們散了散了 回去種田了 唉 小青多好的一個女兒 希望她平安無事 村長 萬事拜託了呀 唉 好 然後我想去做兩個任務 一個是那個 那個常見 你便是拱石村沒村長嗎 少侠 請問你是 在下來著拱石村 是想向村長您打聽個人 哦 你想找什麼人呢 在下和客店掌櫃打聽過了 聽說有被徐霞客付不出酒錢 被押去種田了 很遺憾 如果你要找的是他 他已經不在我們村子裡 近日村中並不平靜 那次趁著大火無暇顧著他 已經逃之夭夭了 真給跑啊 這個不知村長可有什麼線索啊 如今村人多正為了蛇枯齒 緩擔憂害怕 咱們實在抽不出手 在為你去尋那姓徐的陷害 很抱歉 年輕人 現在的我幫不上你的忙 這下可好 天大地大 這線索若是這麼斷了 我一個人可不知要找多久 看來 還是得幫他們一把啦 我快要早上了 為什麼這麼快早上啊 我想先讀個檔好了 為什麼 這個 欸 時間不會 因為我 喔 有了有了 嚇我跳 我想說怎麼 欸 喔 原來不是晚上喔 喔 是那個 雲啊 我以為是晚上 有了 好吧 那就算了 多數之抽 只是那個 雲 雲蓋柱而已啦 這裡怎麼沒了這麼多人 騙人們 還錢來 你這老神的蛇藥 根本就是騙人 什麼七七四十九日 不眠不休 西王母仙爐特產 我呸 就是說呀 瞧你這什麼 根本就是路邊的野花野草 我家邊上都有一大堆 野花野草當蛇藥 你還有良心沒有啊 對 對不住啊各位 實在對不住 我這蛇藥是真的有效 可想不到 此處毒蛇的蛇毒 如此厲害 各位鄉親再給我些時間 肯定能配出新藥 給各位一個交代 呸 給個交代 你要多少時間配什麼藥 怎麼不管 先把鷹娘拖出來再說 救命啊 這個郎中好像不太妙啊 我要不要幫幫她呢 住手 我還沒說話呀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來度我些事 我於這拱石村客居多日 這位郎中盡心診治村中病患 我都瞧在眼中 即便療效不張 你們也不該如此拳腳相向 這個老兄正氣里人 可真是威風的姐 話說回來 她的模樣 怎麼好像有點眼熟啊 要是少一點英氣 多一點傻氣的話 哼 又是個外地來的家伙 說不定和這個拱衣是一伙的 同伙兒 一塊抓起來 這邊也有個外地人 哼 你們想結伙兒來拱石村行騙 真是挑錯地方了 誰 我嗎 我只是路過呀 給他們點 顏色瞧瞧 滿不講理 新人物 老天爺留了段某一條命 是為了讓我彌補過去犯下的錯誤 絕不可辜負了內心 一路追隨段家聚精的人們 段家聚覺 喔 不斷運那邊的人啊 你可是帶著未來的武 好 沒語音 誒 快捷線是零 OK 哇 算 這個遊戲可以用自動嗎 好像不行 蠻強的 這一隻 還沒死 這個遊戲 那個反擊的招式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別招 贏了 陸雲雨生局 我 我現二位大俠 無需言謝 路見不平 出手相助本是應該 這位兄台好功夫 不知兄台怎麼稱呼啊 在下段思平 兄弟的身手也是相當了的 加之方才挺身而出 顯示心存仁義 今日能結識兄弟這等 志同道合的瑕士 實施段某之姓 過獎過獎 這位老兄姓段 這個樣貌 這個紋皺皺的氣息 跟那個見色忘有的書呆子 真是有幾分神色 大夫 段某有一事相尋 你這蛇藥 用的是什麼藥材 大俠 我這蛇藥 是以黃蓮為主藥 所以黃琴 黃柏 枝子等藥材煉製而成的 配方在這兒 給你們看看 嗯 黃蓮確實是一般用來治療蛇毒的良藥 然而竟對此地蛇毒 全無效用 是啊是啊 這方子是我精心研製而成 眾蛇毒者 福之即活 死者立生 絕無誇大 什麼福之即活 死者立生 什麼蛇毒這麼幾少 到底是從何而來 大俠初來乍到 想是不知 離這拱石村不遠的地方 有一處洞窟 據說 才來一探究竟 今天 可真是讓我認栽了 嗯 大夫 你能說說這蛇毒的古怪之處嗎 死地蛇毒 似是混了數種不同品種的毒質 難以對症下藥 我連換了數位藥材 依舊是拿它沒轍 不同品種的毒質 唉 即便沒能醫治 我也得混口飯吃 還是跟鄉親們收了診件 本來想再去那蛇窟附近 調查一下蛇毒的性質 幾個凶神惡煞的村人 卻突然將我攔住 嗯 然後我們就出現了 兄弟 關於這事 段某想再去那蛇窟深入調查一番 說不定能幫上這位大夫和村莊的病患 兄弟伸手不凡 不知可願 隨段某走上一遭 嗯 剛好我答應了村長要幫忙清除蛇窟 這便跟他走上一遭吧 那還用說 我便與段兄同行 甚好甚好 兄弟為人爽快 令人欽佩 可否請大夫替我指明蛇窟的方位 那蛇窟便在村子的西南方 二位大俠 你們真的要去那兒嗎 不錯 即便沒能尋到這解毒之法 將這危害鄉裡的破壞除去了 亦能確保日後 不再有更多村人為蛇毒所害 你們這些行徑此地的醫者 也不會再被誤會 當時萬全之際 大俠京視近民的兄姊 小人實在萬分佩服 小人幫不上什麼忙 身上倒是有兩顆解毒完藥 還請二位大俠務必留著傍身 多謝大夫 大夫且在此好好養傷 帶段某清理了那蛇窟 便來向村人們洗刷大夫所受冤去 是 二位大俠一路小謝 兄弟 你準備好之後 跟我說一聲 咱們就動身前往蛇窟 好 那我們這集到這邊結束了 好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我的頻道 左下方圖片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記得打開 按鈕更新影片 你就要收藏通知哦 謝謝大家這集收看 拜拜